我们要来看的是跟俄乌战争有关的 那么国际对于俄罗斯采取了围堵式的经济制裁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是法制灭荷兰的国际海牙法庭 16号以13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裁决 要求俄罗斯立刻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哪两票反对呢 就是在海牙法庭里面的中国还有俄罗斯的两位法官 这个判决是有约束力的 如果俄罗斯不听不停火不履行判决 那么乌克兰可以诉诸联合国的安理会 那么到了安理会 俄罗斯的压力当然倍增 在这个重要新闻之外 俄军在乌克兰的炮火是一点都没有停歇的趋势 而且看起来呢 现在是更加瞄准平民百姓 这个暴行在报道一开始让人最心酸的 是乌克兰北边有一个城市叫切尔尼哥夫 那么民众是乖乖的在路边排队里面包 为了这一口饭 竟然有十个人遭到俄军瞄准开枪打死 现场一片慌乱 水泥地上躺着的人早已没了气息 这里是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哥夫 16号当地电视台拍下 在路边排队等着领面包的民众 至少十人遭俄军开枪打死 美国驻基辅大使馆随后发布这项消息 但莫斯科否认又对平民开枪 遭俄军围城多时的马里乌波尔 16号当地最大的剧院冒出阵阵浓烟 估计有数百名居民在这里避难 生死未捕 卫星照片显示攻击发生前 剧院建筑两旁地上都以俄文写上大大的孩童单字 没想到一枚炸弹还是从天而降 而四公里外的这座泳池 也是当地的避难所之一 同样遭到炸毁 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 16号表决裁定要俄罗斯立刻停止 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以13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 反对的两位法官来自俄罗斯与中国 对美国的法官来自俄罗斯与中国 对美国的法官来自俄罗斯与中国 场外聚集大批声援民众高喊着要司法正义 他们大多来自乌克兰 对世界放任俄罗斯的态度感到不解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从俄罗斯入侵以来至少103名孩童丧命 有纽约时报记者拍下的照片 是6号在伊尔平遭抛袭身亡的母亲和两个孩子 远在乌克兰东部的父亲是透过推特看到这画面 才知道家人都已经罹难 CNN进行专访时连主播都忍不住落泪 美国总统拜登16号在白宫活动上首度言辞谴责 指控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行为属于战争罪 美国国务院表示拜登这番话出自肺腑之言 美国已经搜集各项俄罗斯在这场入侵行动中的暴行证据 不会放任将采取行动 一具具遗体被装在尸袋中 等待棺木等待家人来带他们回家 乌克兰南部大臣尼古拉耶夫至今奋勇抗敌 待家是不断有年轻士兵和平民百姓身亡 前来指认遗体的家属满怀悲伤 在人群中一名眼眶泛泪的老先生告诉记者 他37岁的儿子战死沙场 身后还留下两个孩子 但他不明白为何在俄罗斯的亲戚 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还有一场战争正在乌克兰同步上演 敌人是看不见的新冠病毒 首屈一指的临床传染病医院 位于哈尔科夫 至今在战火底下苦撑 继续医治这些确诊的病患 就算幸运逃过空袭 医院里的氧气存量正进入最后倒数 当战火与疫情夹击乌克兰的医护 两边同时抗战 但还要多久 只能撑一天算一天 TVBS新闻综合报道